北朝鮮官方媒體星期日報導 俄羅斯總統普京對金正恩邀請他訪問朝鮮 表示感謝 並且說願意早日訪問平壤 報導更加指出 普京感謝北朝鮮在烏克蘭戰爭的問題上 支持俄羅斯的立場 而平壤就指 願意與莫斯科進一步加強戰略和戰術合作 共同建立新的多極化國際秩序 克里·姆林宮上星期亦表示 即使具體的日期未定 但預計普京將會在不久的將來訪問北朝鮮 如果成行的話 那將會在普京時隔23年後再次訪問北朝鮮 普京曾在2000年7月訪問過平壤 並且與金正恩的父親金正日會面 在同樣面對國際社會制裁的巨大壓力下 俄羅斯與北朝鮮兩國近來的外交互動頻繁 金正恩去年9月訪問了俄羅斯 之後北朝鮮就開始向俄羅斯運送武器裝備 用於烏克蘭東部戰場 這個月初美國國家安全事務發言人阿比表示 俄羅斯戰爭交著的同時 俄羅斯已經開始多次向烏克蘭發射北朝鮮導彈 在國際社會對俄羅斯制裁的情況下 北朝鮮明顯提升了對俄羅斯的支持力度 令人擔心 英國國防大臣夏博斯 這個月也曾經表示 世界已經背棄俄羅斯 迫使普京被迫向北朝鮮示好 來繼續他對烏克蘭的非法入侵